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古泰有上片 YouTube 都会第一时间免费的通知你 那这边也要跟大家提醒 古泰一战基本上是古泰自己的关盘心得的日记 然后呢 路程影片放在 YouTube 跟大家做分享 简单来讲就是古泰自己的关盘Vlog 所以呢 本影片分享的内容 仅供参考 请勿以此作为实单交易的依据 古泰一战本身不盈利 你跟我也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 所以呢 不具有任何投资决策的建议 投资前请务必独立思考审慎评估 并致富盈亏及交易风险 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礼拜的卧射预备 卧射预备其实古泰已经讲很久了 好不好 那 这边要跟大家提醒 这礼拜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是因为上礼拜五 台股做了一个技术面的下跌 那 基本上啊 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造成 在筹码上面 技术面上面会有一点点的误差 那因为美股 因为台股是先收盘嘛 然后美股拉了一根长红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如果美股单根K棒反转 如果 其实早上 古泰在上一部影片已经讲过了 如果礼拜一 二 美股没有回来踩支撑 如果他没有回来的话 有再创新高的话 那基本上 多头危机就解 多头的危机就解除 那相对的 相对的 你们现在看到了空方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如果 礼拜一 礼拜二 他直接 直接硬生生的 把礼拜五的高点占回去 大家就不要看太空了 就不要看太空了 我一直跟大家讲 大盘摆中间 个股摆旁边 这张表我一直跟大家提醒过了 大盘永远是你的第一顺位 你大盘看不懂 你自然不知道你股票要做多还是做空 那 基本上大盘墙 租战在风口上都会飞 你的股票会落到哪里去 空到哪里去 不太会 好不好 所以呢 你如果发觉你自己喜欢的股票 在古泰的空方 古泰的空方也不用太紧张 如果礼拜一 礼拜二 他来一个粗量藏虹 吃过礼拜五的最高点 那基本上暂时性的 就比较没有疑虑啦 就比较没有疑虑 甚至你有机会吃到第一根藏虹 所以 极短线啊 这一张 你不要看到说 这边股票在右边 你看他很不顺颜 你想要跑去空他 可是空他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大盘永远是你的第一顺位 好不好 如果大盘明天 礼拜一 礼拜二 他还是续墙的话 基本上就不移 过度的去追空他 甚至于 这边有机会让你买在 空转多的第一根藏虹 所以 可是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因为毕竟他出现在右边 表是筹码 还有技术面 基本面都有 一点点比左边弱势 所以 大家一样你可以观察 你可以观察 那这一张麻烦搭配大盘 出量使用 大盘的盘式以及个股出量去做使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那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看一下每一档股票的技术现行 第一档领养 领养呢 这一档其实 之前有持续锁定骨太一战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所以这一档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 那希望他有机会去做突破 然后再看一下红旗 红旗在礼拜五在技术面来讲 其实也是一根藏虹突破 可是他这个量 这个量呢 可能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礼拜五的更量是 三千 三万五千多张 三万五千多张 短线上其实对他来讲蛮大的 所以短线上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如果想要切入的话 自己要找一下点 然后金像光啊 CMOS概念的 CIS概念的部分 即使他也还好 没有长很多啦 那所以短线上你可能 大家自己要找切入点的话 可能自己要稍微研究一下 做一下功课好不好 然后跟他一起的 大家不要忘记 还有一档叫做原相 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再来零通 零通 礼拜五在技术面也是 蛮强势的一档股票 可是这个量都 有点大 都有点大 所以要找切入点的话 可能大家要自己 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然后高级 那高级啊 礼拜五这个量还可以 礼拜五这个量还可以 只是说 前高我觉得71块 应该蛮有机会直接过的啦 那礼拜五这个量也没有太夸张 暂时性的还不用太紧张 好不好 然后美食 美食基本上 我记得好像七月中吧 有生意展的样子 所以美食 或许有一点点题材啦 那礼拜五就亮灯暂停 然后宏杰科 那个是上上礼拜的握射了 所以 这个应该没有赔到钱啦 上礼拜的 上上礼拜的 短线上PA相关的 我是不担心的 好不好 那 这边也有机会一局 如果突破的话 应该也是有一段 然后再来看一下通家 通家呢 其实很漂亮 通家其实很漂亮 那 通家啊 他这边啊 最高点还要99.8 然后百元操作策略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就是 你 基本上 基本上 通常百元 古泰都是 短 短冲 都短冲 因为 古泰有跟大家讲过 那个掌停板在附近的 你很容易被嘎掌停 像古泰 之前在分享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做百元操作策略 他要掌停价在 尽量找远一点的啦 你不要说 掌停价在104 或103 然后呢 结果你去做百元 其实你很容易被嘎 你很容易被嘎 那 这一档 就没什么好讲的 呵呵 你就是按照百元策略去做就好了 那 像现在的台 坦白讲就是 就是干嘛 就是 停损就是手99 这没什么好讲 好不好 然后松翰 松翰呢 呃 新唐 呃 跟谁 跟谁 松翰 还有之前有一档 呃 MCU相关概念的 你们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 新唐还蛮强势的 可是你们会发觉松翰 新唐最近 呃部分 是因为华星 华星集团 来作仗 所以 可是相关的概念 其实大家还是可以去留意它 还是可以去留意它 好不好 然后 技术面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疑虑 然后 然后雅尼 雅尼呢 古泰是比较没有做 因为这个太大桶了 那 他都慢慢涨慢慢涨 可是 对于你想要比较稳健型的投资朋友来讲 欸或许 呃 可能可以做 那股泰自己是没有做 因为 太大桶 涨都慢慢的 你看 涨多久才 其实 这一年 我觉得大家如果手中有海运的股票 你接下来 你有做过海运的 接下来看任何电子股 或者是任何股票 你应该都觉得 靠 为什么都涨那么慢 对不对 呃 你如果做过海运的股票 现在 其实 接下来让你在看其他档股票 你会觉得说 靠 我不如还是做海运 你可能会看其他股票 都觉得 不顺眼 因为 你都已经 享受过这种大风大浪大起 的一个甜美果实 基本上你在看这些你都会觉得靠 我不如去买其他的 所以 短相 这一 目前 然后 技术面来讲 我觉得 而4.3这边 就 中长线基本上 应该是有机会的 然后看起立新 起立新 不用讲 跟国巨一起看 那 这一档 反正我有跟大家讲 到年底之前 基本上 会走异步异去的模式 国巨强 就跟着强 对不对 国巨弱就跟着弱 好不好 这一档没什么好讲 然后新唐 华兴集团 嘛 那 礼拜五工掌停 这个量是温和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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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短相还不用太紧张 好不好 然后元太 元太呢 全球的电子子龙头 所以短线上面 而且现在其实像现在 最近这一波啊 吵得蛮凶的啦 吵得蛮凶的 你说他是不是算探权的概念股 应该算啦 应该算 所以呢 短线上反正 他这边 其实这边也是足了一个平台 看有没有机会上 这一档也是 他不会大起大落 这一档也是一样 他的骨印就这样 哦 他可能好像也不太会涨停 啊 他就是涨不停 好不好 你就看从去年 涨到现在 哦 所以呢 短线可能自己留意一下 哦 然后 申保 申保呢 技术现行啊 其实也是一样啊 啊 他也是慢慢来的 慢慢来的 好不好 然后音乐打 音乐打也算慢慢的 哦 那前高我觉得 自己的量啊 有点大 可是已经的收盘价 要过其实不难 哦 是不难 可是这边过了应该 还是容易 盘一下 然后就算过了 可能还是容易盘一下 哦 然后和女伯 和女伯 目前这个平台打得还不错 哦 其实这个 都 呃 守在这个平台上面 所以接下来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去做一个挑战 那 哈尔波 可以跟那个谁啊 加联谊一起看 然后聚合 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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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长很多了 啊 那 可是这个技术面来讲 还是蛮强势的 这个暂时性的 没有太夸张了 没有太夸张 好 然后 帽戏 帽戏也是我们上 礼拜 上上礼拜的吧 没记错的话 所以短线上 他这一档 还没有看到转弱的讯号 暂时性的不用太紧张 然后红犬 红犬 他是刚好除 除全息 现金鼓励发3.6 啊 还是蛮稳的 还是蛮稳的 而且 以当天 当天的开盘价来讲 他其实这边有部分填息了 他已经有部分填息了 填 填一部分 填一部分 然后滑邦店 滑邦店最近也是滑星集团 可是 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他的量价关系 有一点点变化 有一点点变化 呃 呃 滑邦店未来 这边如果有机会去做一个表态突破的话 是蛮漂亮的 是蛮漂亮的 而且礼拜五 这一根量 有一点点宣示的味道 所以短线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滑通 滑通 超帅 帅都炸掉 滑通 直接填息 他现金鼓励发1.5 礼拜一开盘 直接拉到最高 他其实已经填完了吧 所以短线 能够强势填息的股票 基本上是蛮厉害的 台积电现在也没有填 对不对 你会看一下台积电现在填息了吗 还没有 所以短线 有 他隔天填完直接回去 所以短线上 那啦 这边 大家 你手中如果参加雏旋洗股票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比如说 当天有填的话 有填的话 你可以先出个部分 因为 什么叫填息 填息就是 有涨回到你的价格 才算填息嘛 不然就是干嘛 你左手干嘛 填息 右手赔价差 你觉得 你觉得嘞 你觉得你有赚到钱吗 对不对 你觉得你有赚到钱吗 所以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比如说 我左手拿薪水 对不对 大家现在都有工作 去上班 你上班领薪水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下班 家里的一些开销支出 就干嘛 就付掉了 就等于是左手进右手出的概念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参加除全息 要赚 只有一件事情 叫做你把这个出全息填完嘛 你有填完才叫 才叫你有赚嘛 没有填完你赚个屁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然后8016系创呢 呃 这一档也是我们上个礼拜的沃射 基本上都守得好好的 那等待一个粗量 等待一个粗量 等待一个粗量 好 然后养智 也是一样 这边组一个平台 其实还蛮漂亮的 其实还蛮漂亮的 所以短箱 这边要等粗量 粗量才有机会上充 然后伟创也是属于闷闷型的 伟创也是属于闷闷型的 那伟创跟夜达 大概股性差不多啦 大概股性差不多 然后东洋 东洋呢 其实好像是上上礼拜的 沃射了 他其实也产年两个礼拜 至上个礼拜 诶他都是缓步上工的格局 而且他还没有发觉 他填洗了 今年啊 大家不要忘记 今年还能够填洗的股票 还蛮强的 坦白讲还蛮强的 只是这一档的量可能有点少 这一档的量可能有点少 短箱先这样看 好不好 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礼拜沃射预备空的 比较偏空的股票 第一档是维生 维生呢 谷太已经挺损了 好 已经挺损了 那可是他这边好像也没有跌到哪里去呢 好 那会不会是一个立功出境 好 谷太不知道 反正呢 就技术面来讲 他现在还没还没整理完 等他整理完 谷太 那 反正已经有设警示通知了 好 有通知呢 谷太才会去看他 然后茂林现在也是一样 好 那茂林呢 其实有点危险 好 有点危险 好 然后呢 玉金光 玉金光呢 其实 这礼拜在空方 其实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还好 因为就技术面来讲没有那么弱 技术面来讲没有那么弱 然后再天狱 天狱其实也还好 那目前已经破季线跟月线了嘛 季线跟月线 那 如果 礼拜一啦 能够站回去 那短线其实还是在整理 均线纠结整理 所以也不用太紧张 然后乔威也是一样 像这里的技术面 其实坦白讲 虽然在空方 可是你实际上 要看一下技术面 其实 并没有想象中的空 所以大家就期待 下礼拜如果有反弹的话 这些股票 你手上有的可能会比较 尴尬一点 如果有弹 看能不能把礼拜五 他只要可以 你敢把礼拜五的高点给他收回去 短线上暂时性的就不用看得太紧张 OK 我们短线上就带过啦 这个没什么好讲 好不好 然后海运类鼓 海运类鼓我先讲一下礼拜五 我其实讲过很多次了 反正在YT我就不会讲 在YT我就不会讲 反正大家只要看到那两张图 你大概就知道要怎么做了 操作节奏一定要对 那那一天拉上来的时候 其实我有跟大家讲 我那一天 我不是说我要挂巴拉丹吗 对不对 所以咧 谁叫你盘中一阶 你脑袋有动 对不对 你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我有跟大家讲 海运的节奏 没有人可以操作的比我准的 对不对 那两张出来 你就大概知道怎么做了嘛 对不对 然后礼拜五大盘杀针样 大盘杀的针样 你觉得他会拉到哪里去啊 你到底哪里有问题 谁可以跟我讲一下 谁叫你盘中去追的 到底谁叫你盘中去追的 对不对 你要流仓作波段 你明明知道下场是什么了 所以古泰那时候有跟大家讲嘛 这边古泰有挂巴拉丹嘛 阿巴拉丹就是停... 就是干嘛 就是干嘛 就是跌停价嘛 就是跌停价嘛 这没什么好讲 好不好 那古泰买他的原因是因为 现在海运货柜三雄 目前 他 占大盘的比重 还蛮高的 所以古泰买他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为了平衡指数 就为了平衡指数 古泰呢 手中部分的股票 会搭配一些传产类股 做一个动态的一个资金搭配 所以 古泰买他不是因为他 说赚多少 或者是营收爆好 EPS今年赚多少 没有这回事 好不好 古泰单纯只是为了 就跟外资一样嘛 我手中有股票 我又怕干嘛 指数干嘛 大跌或干嘛的 对不对 我会去平衡一下 所以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喔 你要怎么摆脱你 惯性的散户思维 就是干嘛 你就学人家外资嘛 学人家投信嘛 我左手现货买一大堆 右手就是空袭货 就这样合一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啦 那 如果大家想说 诶 海运挂了没 基本上还不用太紧张啦 好不好 只是说 你也不要盲目的去接啦 像海运 你如果有牡丹 那现在最好操作的就是干嘛 你如果手中已经成本很低 有牡丹的话 现在你唯一最好操作的 就是做一点加差 好不好 就做一点加差 然后会特 迷你LED相关的 那 这个要等他出量啊 目前整理中 这没什么要讲 好不好 出量再说 出量再说 然后台具 最近大家不要用追的 好不好 不要用追的 你看喔 前一天拉涨停嘛 隔天拉涨停之后去追完 现在都没有好下场 都没有好下场 那最近的行情都很短喔 都很短喔 不是说股太 干嘛 就一定要做这么短的短线交易 市场上 大家都这样做嘛 你要独善其身吗 对不对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可以跟我讲你是谁吗 你要干嘛 市场环境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你有办法独善其身嘛 你有办法嘛 对不对 人家就做这么短 那你不做这么短 反正留下来洗碗是谁 是你啊 人家主力转一下就跑了 谁管你啊 所以股太一直在跟大家讲 市场上永远是对的 股太也是错的 股太也是错的 可是股太干嘛 你看错认错节奏不对 你就要认错嘛 市场永远是对的 对不对 啊一样嘛 像这个没有双数加差策略的 啊就跟华航一样嘛 华航你们自己看破线喔 华航你们自己看破线喔 啊所以咧 到底干好屁事 对不对 你看到人家大群喊的 你跑一追 追在当天最高点 啊怪我咯 我们是不是有 有跟大家提醒 啊所以咧 台居也是一样嘛 谁叫你隔天去追掌停的 你是哪里有洞啊 你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啊 啊我有跟大家讲嘛 双数加差策略 你自己不做的嘛 原本这一根藏红你买进去 应该是赚钱的喔 结果隔天高点没出 现在咧 破底咧 破藏红底点 啊我的问题吗 所以股太只能跟大家讲 市场永远是对的 啊你要尊重市场 啊大田 好这个 反正大家自己去看啊 股太就不多说好不好 啊 OK 好啦 然后呢给大家特别的 讲一下好了 呃 大家应该有发觉 呃 前面 前面25档 古太贴给大家的握射 前25档 基本上有很多的碰到天上去 所以呢 呃 如果大家真的很担心的话 因为 古太先讲好 因为礼拜五的技术面来讲 啊 其实 呃 这边造成了一点误差 因为美股基本上是直接反转上去的 所以 呃明天礼拜一股 他还会再选一次跟大家做分享 可是 如果 呃 确定 如果确定 美股是直接反弹 回踩支撑 反转直接上去的话 你有可能 放到礼拜二不一定买 买得到了 所以呢 这边功课大家还是自己要先做好不好 好自己要先做 OK 然后古太呢 大概分享一下后半端的 后半端呢 就是分数在25名之后的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档 铃声 铃声其实也长很多了 好 铃声起来 然后脸长 这大家自己去看啦 古太都不特别讲而已 然后剑合心 然后虎脸 啊 脸帽 好脸帽从古太上次讲完 我有说你波段买完 支撑没破 你就是闭着眼睛 好不好 你看他这上冲下洗 多会洗啊 洗到爆炸 诶快创新高了 他还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脸帽已经 你跨一条趋势线下去 他已经快要 突破了 对不对 这个 我有跟大家讲 这一档古新就是 不能用追的 好不好 然后滑训 也是一样 鑽拳 然后金鼎 诶 金鼎上一次古太讲完 这边有稍微突破 然后又压回 那等下可能还是要整理一下 因为他量没有出来 然后藏心 国具 啊国具 咱们卖在 古太有喊嘛 TU区在哪里 609块 608.5 对不对 啊你自己不出的怪我咯 你现在回头过来 诶 大家去想一下 为什么古太 这么会做价差 就 就这样啊 是要讲什么 今天收盘就要收多少 584 古太卖在哪里 509 诶 609 来回差几块 你们自己讲啊 来回差几块 16块加9块 来回 差25块 一张差2万5 诶 2万5诶 2万5什么概念 小七一个月的薪水了啊 现在法定一个月的 干嘛 基本抵薪了啊 3天时间差2万5诶 就跟海运一样嘛 海运现在一天上10%下10% 一天就20%了 对不对 价差要不要做 你们自己讲嘛 价差要不要做啊 自己讲嘛 不是古太要恐吓大家 也不是说古太就一定说 怎样或干嘛 啊现在坦白讲 就只能这样啊 啊不然呢 现在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 现在做股票已经干嘛 跟之前不太一样 现在很多股票的波动 都已经快跟期货玩 干嘛 上下的波动都很大 所以古太常常跟大家讲 你要做波段的朋友 你现在至少至少 你要干嘛 来回去做一下价差 不然你抱不住啊 那现在上冲下行这么 像期货你看哦 动不动一天都三五百一点 你期货你想要做 你台子期你怎么抱波段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怎么抱波段 我眼前今天赚了三百一点 赚了五百一点 明天就吐回来了 一样的道理嘛 国局也是一样嘛 你要抱波段 你要不要做一点价差 先放口袋 用那赚的钱的利润 去锁你什么 赔的嘛 波段赔的嘛 啊不然我怎么抱得住 现在海运 你们自己看一下 上冲下行这么严重 到底有几个可以抱得住 成本够低了你闭着眼睛 睡觉 跌了两根跌停板 你也无所谓 可是现在呢 你手中没有牡丹的人 你要怎么办 所以古台一直在跟他来讲 啊没有牡丹 啊又如何 对不对 古台就一直做价差就好了 对不对 现在哪一个市场上 哪一个不是在做价差 当充交易这么盛行 你做波段 但大马坦白讲讲一句白话啦 对不对 人家赚完 就走了 主力赚完就走了 主力拿管你的死活啊 可是爆波段的最可怜 因为干嘛 每次留下来洗碗的 就是那些爆波段的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你自己做单的交易周期 好不好 然后穩帽也是一样嘛 然后同心店 同心店呢 这边其实高档 还是要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国产 阳明光 阳明光呢 这边也是在组一个平台 也是在组一个平台 然后 看他 因为他最近都没有什么量 如果有量的话是最好 然后龙城 也是一样 你看动不动 一根长红 两天结束 两天就直接吃掉 快要吃了呢 快要吃完了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不是说最近行情只能做这么短 就是因为市场在变了 古代常常有跟大家讲 30年前的交易 30年前的股市 跟现在的股市 你觉得手法会一样吗 主力的手法30年都不会变吗 散户都会去学东学西 上课 上一大堆课 买一堆书 30年的时间 散户不会变干嘛 变金吗 一本武林秘籍 让你练了30年 你也可以练得很好 啊 一样的道理吧 如果30年的时间 主力都没有变 主力的手法都不变 散户永远在进步 主力不进步 那钱 到底谁要来赔 所以古代常常跟大家讲 市场永远是对的 你们在用以前老旧的思维 会赚钱 你现在也不会在这边 所以古代常常跟大家讲 新思维 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去接受它 慢慢的去接受它 像龙城那一天超爽 爽完两天你就不爽了 真的啦 爽完两天你就不爽了 如果接下来再跌破长红低点 你也不会爽到那里去 好不好 所以古代常常跟大家讲 反正 这一波上来你会发觉它是 干嘛 掌休息掌休息掌休息 也一样嘛 古代有讲嘛 急掌的时候你就粗一点嘛 休息回来 再上的时候买一点嘛 你是不是就可以干嘛 用那个急掌获利放口袋的钱 慢慢的 弥补你爆波段的区间的震荡 可以吧 然后精华 然后浮帽 台胜科 真顶 帽达 明基采 百合 百合真的是很瞎 最近百元一直在那边振 然后建策 然后呢 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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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华这边 它股性也是蛮差的 像这种股票你就是波段支撑 设好 停损设好 那其他就盖牌了 这没什么好讲 然后正刚 三商 原相 原相呢 跟谁有比价效应 跟金相光 好不好 而且大家仔细看一下原相的筹码 非常的漂亮 只是说 那股价 不知道 就是一直上不去 就是一直上不去 原相这一档股性很差 确实金相光会比较好做一点 OK OK 好啦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也讲了很多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礼拜的大户少货股 大户少货股 大户少货股 就是这些 这礼拜的大户少货股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那 我们看一下百元冲冠股股票 就有这几档 百元冲冠股股票 就有这几档 然后盛群 其实你会发觉 目前 新唐盛群跟谁 MCU的 刚刚那一 松翰 可以一起看 好不好 可以一起看 松翰在这 大概也都是在一百块附近 大概都在一百块附近 OK 短箱大家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然后看一下自营比 这礼拜全镇买比较多了 咦 英叶达 英叶达 然后呢 凡甲 凡甲全镇 占了5%多 快6%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OK 然后 领养的部分 全镇其实 礼拜五的部分 全镇这个趴数 其实也还好 可是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大家的自营 那个 隔日冲分点 如果是隔日冲的话 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不好 这个是全镇 大概 前几名的 前几名 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有股票期货 偏多的 基本上差不多啦 差不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这边股泰就不多讲了 然后股票期货偏空的 偏空的 大概就这些 所以 给大家看一下晰分异常 目前晰分异常 第一档 ней 鞋子的 做鞋子的 然后中华殿 林阳 顺达 然后加连翼 远传 狐连 网加 像这样网加也是很喜啊 可是网加这里的喜你会发觉 他这一段时间在组一个什么 打一个什么 三角形 那里边有这一根算是突破了 算是突破了 可是突破就不能再回来 短线这一档也是一样 股性非常的差 然后广磊 金元殿 金居 神达 南电 短线先这样看 好不好 OK 好 我们大概就 然后分享一下 这礼拜散路买最多的 散路增加最多的就是这些 散路增加最多的就是这些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OK 大概讲到这边了 那看一下 好啦 没什么好讲了 好不好 基本上 大概 明天啊 明天古泰会再选一次 会大概选一次 可是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啊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所以短线上大家就稍微做一下功课 然后记得握射预备 看两个礼拜 连续看两个礼拜 好不好 古泰的选股大概都是短线 大概一个月内 所以呢基本上两个礼拜至三个礼拜是古泰最常做的操作周期 所以呢古泰的选股大概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呢短线上大家自己要稍微留意一下好不好 自己稍微留意一下两个礼拜基本上一起看 你看这是上礼拜的嘛 天狱 星光钢 貌系 长科 有没有 其实基本上都有赚啦 金豪科 古泰讲完就是最高点 对不对 有鬼大讲完就是最高点 啊你自己不出怪我咯 到底干我屁事啊 到底干有鬼大屁事 人家都讲完了 对不对 高手就是高手 人家就已经提醒了 啊你还不听 那是你家的事情吗 到底干我屁事 对不对 然后彩金 红犬 好 通家 有没有 不要说古泰的握社 你没有赚到钱啊 这 是那么好赚的钱 对不对 然后台湾 几个礼拜握社 而且这个量啊 量 价长量增啊 这非常的漂亮啊 谁跟你讲电子股不能做 要做你就做上柜电子嘛 啊谁跟你讲说电子股都是废物 谁跟你讲的 对不对 谁跟你讲的 谁跟你讲的 就只有船铲 就只有 干嘛 海运或钢铁可以做 人家买到台半了 现在屌打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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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海运不是绕塞吗 台半还是继续涨啊 屌打你 好不好 所以古泰常常跟大家讲啊 就是外行人 干嘛 看热娜嘛 啊内行人看门道嘛 啊国具 不要说你没赚到哦 古泰都有分享自己的节奏 对不对 啊你说 做四天的 做三天的 都要做这么短 都没什么赚 啊所以勒 所以勒 你全程有更完吗 古泰这里 诶 古泰只有哪一天没有做 就只有这一天没做啊 这里买完这一天卖掉嘛 诶 这里价差多少钱 你们自己算嘛 啊我古泰买这边卖这边嘛 啊这两天大底 啊是不是刚好躲掉 啊所以勒 你认认真的去想一下 古泰从这里到这边 有没有都是做刚好 刚刚好 做在上涨的那阶段 回档 古泰都没有干嘛 都跑掉哦 古泰的回档 每一次的回档都是躲掉的哦 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古泰常常有跟大家讲啊 你干嘛 你明明知道他要回来 你干嘛不先走 一样的道理嘛 我明明知道在破季线 我月线干嘛不先走啊 你明明知道破月线 为什么十日线不先走啊 你明明知道十日线会破 你干嘛五日线不先走啊 你明明知道会来碰五日线 乖离太大的时候 TU碰到没有手 你可不可以先走 可以嘛 啊就这么简单嘛 就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啊是要讲什么 请问一下是要讲什么 对不对 啊很多人都会反问一句话 啊怎么样知道他会来碰 怎么知道他一定会破 对不对 啊这就是看个人了嘛 就是看个人了嘛 个人的技术分析 你的功力到哪 你的盘感到哪嘛 对不对 啊这没什么话讲 坦白讲就是这样 古泰的操作 你有没有发觉 其实国具古泰 几乎都是做在上涨的阶段 有没有上涨的阶段 回档古泰这两根都是躲掉的 啊新唐也是一样嘛 哎新唐我有讲哦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没做到 新唐那时候在这边的时候 在这边混的时候 不是有人很紧张 啊新唐是不是快要挂了 啊我是不是跟你讲 这边两根盘一下 应该没意外基本上上去了 哎这一天基本上上去的时候 早上还有让你买的时间 对不对 然后咧现在涨停了 怪我咯你没做到吗 有吧 对不对 啊就这样而已啊 那是要讲什么 hello 是要讲什么 然后阵容 上个礼拜啊 因为有部分 部分因为大盘的关系 所以可能只抢某些个股 可能只抢某些个股 可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说这个基本上 你如果不太贪的话 基本上大概 你只能大概做一点点价差 没有错啊 你放流仓基本上 我只能跟大家讲 都没有赚到钱好不好 然后对钛也是一样 好 那中钢 钢铁族群 其实这礼拜没有在古泰的握射空方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不好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暂时性不用太紧张 啊借铃也是一样嘛 有没有发觉 这个是上礼拜的嘛 hello 对啊 然后中鸿 好 钢铁看一下下礼拜有没有机会 因为我觉得 应该差不多了啦 好应该差不多了 好 然后同志 同志这边也在打一个平台 好那 看一下 因为 这礼拜 呃 台积电营收公布了嘛 所以明天电子股 maybe啊 有一点点表现 然后呢 五 呃 礼拜四又是台积电的法说会 所以有部分的应该 我觉得跟台积电相关的一个概念股 可能大家 呃 有 可能大家会有那个啦 会有资金部分的资金会去赌台积电的行情 好所以 电子股的部分 这礼拜我觉得是一个蛮 值得注意的一个观察重点 那当然 当然 没有错 前阵子上柜电子很强 那投信也布局一段时间了 所以勒 这边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那当然说你说上市电子 这边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落后补涨 是有机会的 可是前提前提 海运跟钢铁 基本上如果你要期待上市电子 这边有效做一个快速的拉台 那可能就要苦到谁 苦到海运跟钢铁 好 所以这边有利有弊啦 那 如果大家要去全横的话 那你就跟古代一样嘛 部分资金传产 部分资金干嘛 是电子 好不好 所以短线上就这样看 然后 细菌的股票其实上礼拜四五 其实是短线上的合理的回档 暂时性也还好 OK 好 OK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那祝大家接下来操作顺利 好不好